谈点电影《毒液2》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电影的设定里 反派屠杀是毒液的一个后代 他拥有远超毒液的强大实力 毒液在和屠杀的战斗中 基本上都是被屠杀单方面调的 虽然在电影的最后 毒液利用屠杀和克莱图斯两者之间的不契合 才成功打败了实力远超于他的屠杀 但是其实在漫画里 屠杀不仅实力强大 而且还跟克莱图斯融合得很好 不会像电影里的那样产生分歧 在漫画里的毒液 只能找到蜘蛛侠和神奇四侠一起联手 才能够打败屠杀 知识二 在电影最后的镜头里 有一个画面给到了已经死亡的墓里根警官 此时他眼里闪过了一丝一眼 这个镜头其实是在暗示下一部毒液电影将会出现的共生体 毒素 在漫画的设定里 毒素是毒液的孙子 屠杀的儿子 因为共生体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设定 毒素的实力远超毒液和屠杀 并且因为自身实力的强大 毒素并不惧怕火焰和声波 这两个共生体祖传的弱点 不过毒素却因为宿主是一名警察的影响 使他成为了一个心怀正义的共生体 所以在设定里毒素并不是一个反派 他更像是一个反英雄 知识三 在电影的第二个菜单里 毒液给艾迪灌输了一部分共生体的历史 80亿万岁的知识 在宇宙中的世界 会破坏你的亲爱的脑子 什么 那是什么意思 让我给你一口 这其实是在暗示后续的电影 将会出现毒液漫画故事里的共生体星群 这是一个遍地都是共生体的星群 这个星球上的主宰就是共生体之神纳尔 纳尔这个角色在漫画《毒液》V4里初次登场 在漫画里 纳尔曾在远古时期就斩杀了一名天神祖成员 而在电影《雷神4》里的反派毒神 这责任使用的黑死剑 这是共生体之神纳尔打造出来的武器 知识四 在电影中 毒液经常提到一个致命守护者的绰号 这其实是毒液个人系列漫画的一个名称 在这个系列的漫画中 毒液就是从一个反派角色 逐渐的转变成为了一个反英雄角色 在电影里提到这个绰号 其实也是对毒液漫画的一个致敬 知识五 喜欢漫威系列电影的都知道 几乎每一部漫威电影都会出现斯坦里老爷子的客串 但是在电影《毒液》二 斯坦里老爷子却是以杂志封面的形式 客串在这部电影中 不知道当初看电影的小伙伴是否有发现 知识六 克莱图斯的女友尖叫 是一个可以发出尖叫声波的女友 她是克莱图斯青梅竹马的女友 二人在少年管教所时就已经认识 并且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而克莱图斯和屠杀越狱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拯救被关押的尖叫 可见克莱图斯对尖叫的重视 其实在漫画的设定里 尖叫是一名变种人 当克莱图斯和屠杀融合之后 在逃离的过程中破坏了监狱里的牢房 因为牢房被损坏尖叫意外被释放 后来尖叫和克莱图斯二人结成同伴 一起开始了杀戮的狂欢